真的是表现非常出色 对 这次常规赛的第一周 特务表现也还不错 是的 没办法了 完了 不该提他的 提了他 他上来就嘎了 对不起 都干米饭 OKOK 感觉这一波小鹿 如果说是 枪 他没延迟 两个没有互换 还好 阿托莫的补枪及时 在侧翼的位置 扣着就拉出来 打掉一个 阿托莫身位 露得太大了 是的 招摇这边 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还是想打 不打的话 又感觉很尴尬 找一个切入的机会 先把阿托莫的分数给补掉 红柯欧因为对方也踩住了 所以说这把 基本上已经没有机会了 没错 只能战术性放弃 DDT前期爽收两分 而且拿了一个不错的 没错 在这个圈形的话 炮角楼算是一个 往左延伸还不错 至少他 无掩体直接干拉过来 这波上车是真的有点骗子 这么紧的距离 就如果是 哇 连续扫下来两个 就是第一反应 如果在土路想打反peak的话 就是打那个repeak是可以打的 这一分可能12秒可能要死 对 但是你第一次先想跑 而且因为要接队友 所以导致这个车启动特别特别慢 近年路一先放到了Omega 连续放到两人 但是侧翼 坦克的主要非常及时 刀心的血量太低了 是的 而另一边小平方当中是 天路哥4M又是碰上了 这一波4M的近 它是主动进攻方 一打一 它撞过来的 而且好像 打赢了 打赢了 是的 但是也只剩下一名队员 高打敌高兴卡住楼梯了 这一波是 这个倒地的队员卡住楼梯的很伤啊 这个折角雷如果扔出去很有可 哎呀还没扔出去 好 通过狗雷来掩盖脚步伸 先撥 黑猪最后还是架住了这个过点 只掉了一个队友 一换四能接受 因为DDT的分数都是XCG所吃下来的 是的 还能接受 先避开往二楼灌一波雷 大小房间同时给 没错 有个雷弹出来了 连黑猪的近攻压制 男男近点放到了 12月KID在侧位 把男男连打内补 换身这边对枪没有打掉 黑猪放得明明 补枪很快 周平岩 这个雷进去有可能会炸一个 把队友炸 是的 确实是炸了一个 这个没问题 直架 但是这个雷掐了有点久了 是的 游远那个位置好像是被DT给撞了 嗯 他又是撞特殊 跑楼一击鞋 这个雷掐了很久 扔进去 两颗雷封路 没问题 周平岩第一颗雷没扔好 后面这个雷扔的还是很久 没错 牛海比主要是因为知道海警防 直架应该是二楼窗口 这样过点如果说满边这样去 他要去实行那个分踩出来的那个防区 那个两段式防区 这也很难撞 对啊 你路上要被其他人倒的 这主要是因为你距离太长了 是啊 而且现在你看 我都已经去到四圈了 人跟人之间距离是很近的 是的 拿掉 是的 如果能把这个点抢下来 那么牛海比就有很大的优势 牛海比这把的目标 就是把这一队打赢 是的 空中边 你可能哇 就在脸上 对 但是自己也倒地了 不过对于牛海比来说 能接受最难打的点打掉 是的 剩下的就是说我两个人 架三个人有的打 没错 雷蒙想要继续去抢那个厕所 但是牛海比是周平岩家属过点 你想救人 对啊 就是我们说大部队是牛海比更晚吃钱 所以说当这个点拔掉以后 牛海比现在有资本 我等得起 是的 而KRG等不起 没错 而且ID上会有压制 你看到牛海比 你一个人去救 关键是另外两兄弟 你架不到枪 是的 另外一边 TMA好像把天霸给冲了 嗯 是的 TMA这么打团 就是他熟悉的节奏 你早点这么打不就完事了 是的 这把TMA给昨天的时期上了一个 嗯 昨天时期也是同样的位置被打爆 对对对对 原点抽到 还抽到那个柏梁 现在牛海比根本不着急 是啊 知道跟你KRG是2v2的一个趋势 我鼻一挽十圈 是的 有反鞋的 是的 尼克雷 我真准 不准呆 但周平安被白龙马放倒 是的 但是有一片围墙 好像又去 就是KRG就是 我就是要 不能服 因为这个围墙太致命了 但是这颗雷过了 哇 分数拿到了 好 牛海比这把的目标完成 就是不开枪 雷解决 对啊 你就是 牛海比打这一波 他一层 想得很清楚 但是雷用的太好了 他最主要是蓝圈的位置 分析的特别明显 是的 没错 很透彻 他肯定操作不了了 这个 你第一时间不把 明明处理掉 PK我们一直有个人 这个信息出来了 这个时候就不担心了 小五弟弟 这雷真的是用的太好了 是的 但是悟空先 巨来 但是雷很多 哎 被秒了 那是黄智隆的 王智隆打他 哇 鸭皮好气啊 搞到了就是三分 没搞到就是零分 是的 好气啊 关键是被捕了 也太气了 我一手天狐的牌 被这个人屁一虎跑了 盔子这边五颗雷 是的 给个烟 你想打这个图方 实际肯定要劝 实际是警察现在 直接要顶了 哎 天天是把小凯莲打 代捕 但是车上的话 柏梁是把天弟弟 拉出来的人给撞倒了 是的 只剩白龙马 目前是一个二打一 好像 打赢的话都能救 对方冲不过来 这波你不大 这波实际得去看了吧 这是控住北边最好的机会了 来了 实际过来 先把外面看 能不能补一补 哦 扣扣被移掉了 白龙马被接住 那叫DT只剩最后一个实际 这波不来 这不清吗 北边要留着DT的话 其实很难受啊 但是后续 南边Pero 终于站出来了 是的 他从特首里边拉出来 打了FTA两个人 嗯 而且龙色这个点救不了 似乎来不及了 他现在一直在看 17有没有打进攻 很怕 是的 赶紧就 17有雷吗 距离比较远 17没有顶过去 嗯 还行 不过圈 雷真的也太刺了 112 怎么回事扔了这么多颗雷 这两个兄弟 亏自己不起来啊 怎么回事被反扔一个 我受不了了 这个坑 这雷扔不进去吗 这个带坑 我感觉扔雷就像 就像底带门口的黑八 你这都大 大概有五六颗雷 就是没扔进去 我说真的 换国祖来得进去 兄弟们你们 这颗雷 空位三分 雷 这个雷扔的我真的是晕了 是不是空位三分 确实确实 你无求跑动找到空位之后 投了个三不摘 受不了了 我受不了了 我受不了了 太挺了 还是以皮打最最靠谱 还得靠枪 还得靠枪 兄弟实在以后 多拿点烟吧 雷就算了 刚才112本来身上是有五个雷 是的 他是不是五个雷 另外得被解决掉 确实 都要给他看 人家已经没了 我这受不了了 哎 好 17这个时候也拉到这个 露露一滴血 是的 哦 血量太残了 再来 还有小弟弟 还有 一颗空 小孩的血量 至少都炸到了 是的 是吧 粘到了 粘到了 就像 我 已经拿到五个淘汰了 没错 刚才他们拉出去 把FTY直接两个人给炸了 我 是就 他这个应该是 稍微转了个头 看了一眼 就把QQ放倒了 是的 毕竟是商人王啊 嗯 火力性 没人推头还是靠谱的 高达 一滴血 就差一枪 叶个雷 队友补偿成功 这波扫 哎呀 大美金后续跟上没跟上 呃 队友补烟还行 一个人加枪一个人救嘛 赶紧 只剩下天天一个人 应该威胁不是很大 是的 而且在这个时候呢 因为马路对面的 天梅和这个Pero互相牵制 现在Pero也做不了事情 没错 天天拔了一个雷 好啊 最后这个分数还是拿到 四打二打 嗯 但是天梅这两个人没解决到 对时期来讲 真的影响很大 主要是那个反鞋 你站这个坡就要爱冲 我倒了 小海 孩子哥 这个就是我们说 埋下的伏笔 对吧 这个 哦过点 这个过点太难受了 你得封车身烟啊 是的 他烟刚才也用了很多 为了防天梅那边 没错 这样的话这个马路时期 有点有点难 关键处理不了 哦小五 关键时刻那时 张静岩还是打到一个 是的 还有要出手了 他已经开始绕到 十七的屁股后面 一枪头 十七的位置 完全被锁住在这个大树后面 黄一铭绕到小五的侧身 正面有XDD 这波小左还是分了一部分的精力 去看小海 是的 黄一铭给闪 拖住十七 小海这边又打了十七手 又打一个 但是后续 学长太残了 Pero开始抽过来收分 只剩最后一人 小五滴练 一打一 左子轩 Pero 七个淘汰拿下一击 是吧 一击来到第九名 只要左子轩活着 一切就有可能